今天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中国南篮的最新状况 相信感兴趣的球迷们都知道 总决赛的第一场比赛浙江南篮非常的遗憾 没有想到让辽宁南篮在客场赢得了开门红 这一场比赛让球迷们看得意犹未尽 两支球队都展现了非常高超的技术 浙江南篮虽开局势力 并不意味着往后的赛场 他们将会都以失败者结束 浙江南篮球队的个别球员 他们的潜力股还是足够大的 让辽宁南篮不得不有一些忌惮 除了关注这两支球队以外 对于广东南篮创造了最低记录 曾对外宣布他们将会中断 想知道他们对于引进内援以及外援的事情准备如何了 广东南篮的老板看到了这样的成绩 对内部开了一次大会 希望各个负责人能够在 下一赛季正朝着更高的目标去发起冲击 如果想让球队强大 单方面去引进外援是不足够的 还要花费大量的心血去培养本土的年轻球员 从过往的赛事中看到了广东南篮存在最大的隐患 电视在内线以及风险 广东南篮在休赛期间并没有选择一带牢 决定在5月中旬左右展开一系列的训练 据媒体相关报道 广东南篮收获了一个重大的喜讯 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因广东南篮在珠芳于总经理的运营下 不断地在恢复 前前后后就拉到了两三个大的赞助商 让他们的资产运营得到了保障 如今与某个集团合同即将到期 广东南篮不出意外将会收到一笔最大的资产 超过了一一的赞助合同 简直是雪中送炭 让广东南篮引进盲牌时 不会再为资产的范畴 在这里要恭喜杜丰主教练 广东南篮内部记者的爆料 他们是有意让刘传心回归广东南篮 从而积手艺见您的位置 如今看来广东南篮在慢慢地接轨 相信育后的势头必不可挡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